嗨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Zi Sao Winnie 今天呢 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工作的时候 竟然给我遇到性骚扰 那究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现在就来大概给你们讲一下 话说回来呢 最近开始几个月呢 我就有开始做二手市场 大概是从去年年尾开始 只要我有接到屋主的这一个委托 我就会去帮他们去看屋子啊 拍一下影片 然后放在YouTube 然后其中一支影片呢 屋主要卖的这一个公寓 就是在Satia Tropical的Sky Peak Residence 你们可以refer回去看一看 所以大概是前几天呢 有一位叫Mr. Lee的 他就click进来 contact我讲说 他要去看房子 然后就问我是不是要价480千 我就跟屋主确认 之后这间单位还有 我就跟他讲对 480千 然后我就把那些照片啊 video还有detail都发给他看 接下来呢 就跟他confirm时间 在星期六的早上10点半 我就问屋主屋主就讲说 可能需要吃饱饭过后 就是大概1点半左右 然后这个Mr. Lee呢 他就讲OK 就星期六的1点半 我们就约好去viewing 我就跟他讲好那些detail 在guard的时候要去哪一个单位这样子 其实星期六那一天我一共是有三组的appointment 这个Mr. Lee的appointment 我是放在中间第二个的 因为他是在中午1点半嘛 所以在中午1点半之前 我早上10点半跟下午的4点 其实都还有另外两组的appointment 在不一样的地方 那大概是差不多在早上9点多的时候 我在on the way去见我第一组顾客的时候呢 这位Mr. Lee他就text印进来讲说 他就讲说 嗨Vini 我有点要问 我现在能不能打电话吗 因为那时候我在驾车车 我就用语音的这一个方式跟他讲 你给我个5分钟 我把车停下来 然后我就打给你 所以大概是3分钟过后呢 我就停下来 我就打给这位Mr. Lee 头头两次的时候是他没有接 好像是一次还是两次 他没有接到我电话 过后呢 打了第三次 他就接了我电话 之后他就有一点很小声很委属 就这样子问了我一个问题 他就讲 呃Vini 在我去之前 我有一个要求 你可不可以答应我 后就讲 嗯 OK 可能是他要问关于物质的东西 还是到payment之类 我就心想那个时候啦 我就没有想那么多 后他就讲 呃Vini 等一下可不可以找一个地方 你用你的嘴巴 来帮我吸那一条出来 然后一开始 我就听到这个 结果我就还有一点get不到这样子 过后我就再问他多一次 呃Vini 你可以再重复多一次吗 呃Vini 我看到只要他有再重复 然后我就get到 他要什么东西了 然后我就跟他讲 呃Vini 我没有这样子的服务 而且我已经结婚了 我也不是那么随便的人 他就跟我讲 就那一次而已 然后就交易完成 然后我就心想 你现在是要买物质呢 还是要找人帮你去做那种东西 过后我就立刻盖掉他电话 因为其实星期六当天呢 我其实我还有约了另外一位男同事 来陪我一起 然后我就跟我呢 同事讲 幸好他是在去之前打电话给我 幸好就是没有去到第二个训练就是了咯 我就这样跟我同事讲 然后他就跟我讲到小时一点 然后大概几分钟过后呢 他就发了一份讯息 他讲 一份讯息 他就在每个地方都很快 一份讯息 你都喜欢 过后我就没有回答他 他就继续讲 如果没有 的话 那我会把他打电话 打电话 你当我是什么人咯 就是为了你跟我成交那间物质 然后你就要我帮你做这些事情嘛 Hello 我也是有职业操守的好不好 我并不是那么随便的人 然后他就问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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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好 过后 最后一封 他就讲 I make it clear to avoid misunderstanding Must taste, drink and finish all No wastage, I promise nothing else 过后这一封信息过后呢 我就直接block掉它了 其实那时候我也是有把这件事情 跟杰克讲 杰克就有跟我说 当机立断把这支影片给拍下来 可是由于当时我还有在serve的顾客 所以我就没有那么多时间 而且当时我有一点乱了啦 就是我没有想过我会会遇到这种事情 然后我就留到星期六的两天过后 也就是今天星期一 我得空了一点的时候我就来记录 星期六时候所发生的事情 所以就这样子我就block掉了这位Mr Lee 我觉得他一开始就是有预谋了的 只是讲说我没有想到他原来是有这样的预谋 在这里呢 我有一个感想就是 可能我下一次真的是必须小心一点 尤其是带顾客去看那些二手跟Completed了的物质 都最好是要有一个人陪在身边啦 如果是讲说要看二手物质的话来讲 可能找一个男同事或者是我叫我的杰克来陪我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我一个人的话可能就要看对方的顾客是谁咯 其实呢在我之前的影片 我记得有一位观众留言跟我讲说 他之前也是在星山做房地产的 是一位女的他就跟我讲 其实房地产是很好做的 只是要小心尤其是做二手market的时候 女房地产的agent呢 就是可能会有这一个弱点 就是需要找多一个人来陪去看房子啊 不然可能就会有危险咯 就好像星期六的这一个经历 幸好就是去到之前 他先这样子给我 request 而不是我去到了过后 他就突然间做出这种事情来 我就不懂啊怎么办了 然后在这边呢我想问一下 看有没有谁 就是有跟我差不多相同经历的 欢迎你们在底下留言 给我知道分享一下 所以今天这一支影片呢 就没有什么特别 纯粹就是想来给你们分享一下 就是我的这个房地产日记的生活 然后呢在此呢也想要来警惕一下 这位Mr Lee 我希望就到这一边stop了 请你也不要再去另外去 私底下去找那些女的agent 去做这一些交易 这真的很不道德很猥琐的行为 好啦 所以今天的影片小小分享就到这一边 希望各位观众朋友们呢 可以大大力的帮我分享这支影片出去 他的号码还有他的名字 虽然他是说他叫Mr Lee 号码的话也不一定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会透过这支影片呢 就是把他的号码给分享出去 以避免下一位受害者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 OK 所以今天就到这一边 我们下一支影片见 拜拜